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难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看《三国演义》 看《貂蝉》 这个好像把这个 是那个《貂蝉》的那个原来的主人是王冲啊 是王冲 然后到了这个吕布 然后又到了董卓那里的 哎呀 我怎么 我看得特别难受 我可能这是想冒充红颜知己吧 我就觉得 就把一个女性 而且还是一个美女 让她充当这么一个角色 太太残无人道了 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 现在呢 这赵红侠呢 在这个叛以前吧 这个网上有一个舆论 同情赵红侠 我认为赵红侠是反腐的 大西的网民都同情赵红侠 当然说这里他有讹诈问题 有这个叫什么 敲诈 诈骗 有诈骗 色诱 色诱诈 诈骗 色诱没有这个刑法上没有色诱这词 但是诈骗有 有诈骗罪 但是这个处理也差强人意啊 因为就是给他判两年徒刑 然后缓期两年 本人表示不上诉 那其实他就算行了 也没有真正的牢狱之苦 但是我就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而且就是 您为什么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不就说 因为我就觉得呀 可能我是小自思想 我就觉得一男一女 尤其要是跟一个美女 要是相爱呀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男和女爱 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 是一个很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 那么人类社会生活里的 他牵扯到一点经济问题 这个我觉得也就罢了 为什么呢 当然你得考虑呀 说他可以这么说 我如果爱你 哪怕你是叫花子 我也愿意跟着你 但是你要是嫁一个叫花子 或者娶一个叫花子吧 反正还是有一些障碍 如果我知道你有正当经济来源 您家里的还有八十平方米的房子 那我就放心一点 我觉得这也还能理解 但是这怎么变成一手段了 变成间谍了 这过去叫仙人跳 解放前有社局 仙人跳 弄一女的跟你睡觉 然后扮演男朋友 当场捉奸 然后你要小心 有的人在网上现在搞这个 一不留神就进了这个仙人跳 就是网上一个女的跟你聊天 约好了到这个酒店开房 有的甚至睡过一次 然后几个月之后再约你来 来的时候 光击大门 踹开 说我是她老公 怎么怎么 把身份证什么 照了相 拿钱 我跟您说呀 这个要是光在中国发生吧 咱们还好说 这是世界性的呀 美国 你看过莫里埃的那个俊友 就是漂亮的朋友 漂亮朋友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搞他的政敌呀 是 现在全世界搞政敌 用这种方法都有啊 法国那个叫什么 世界银行的那个 那个什么总裁呀 是什么 反正也是头吧 老板嘛 BOSS 不也是这样 在美国被先被抓住了 说是他有这个这个性侵犯问题 就是连前不久 这个叫什么莫多克和邓文迪这个离婚都闹出一些谣言来 当然肯定谣言了 什么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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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眼睛两眼发光 就是说说是邓文迪实际上是色诱 实际上背后呢 就是他是情报 就是中国情报部门的高级特工 去色诱这个 当时怎么就红酒就正好撒那儿了呢 撒在那个谁身上了 包括在他怎么没没多少钱的时候就做商务舱 不是先诱了一个高管吗 然后又怎么着 他最后到了香港又是一个碰巧又又色诱了这个谁 那看来在我情报部门眼里 莫多克身上的情报炸的差不多了 对 就是后来可是说这个又没想到一个意外怎么莫多克突然冷不防爆出来要离婚 号称说总证 说总证都乱了 因为这是总证的特工 估计是啥 彻底谣言 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思路了 现在你知道吗 您说这 所以这赵叫什么赵红侠 我倒是也是看着 我也觉得很难受 因为我看的就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他的资料 他真是一个就是很穷的家里边出来的 家里没钱 父亲很早得癌死了 然后他其实原来是个老老实实的就是功课不好 所以上不了什么很高的大学什么都上不了 就坐公交车的售票员 而且还要老老实实干了好几年的 不是说那种心眼很活的马上就要挣大钱的 后来好像是因为什么不知道 就是说已经干了四五年了还是那么低的收入 就想去找一个别的工作 一找也不怎么就找到这个 就是这做诈骗公司的这个人叫什么我忘了 然后两个人据说还是有了感情 叫宵夜 宵夜 说俩人他变成他的一个婚外情了 然后就为了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宵夜 宵夜就是要他来挣钱 这就是您说那种狼心狗肺的男人 就你要是一个狼有点怜香惜玉之心的这么一个男人 说哪怕是我包养的一个二奶 我也不能把他再借出去再去赚大钱 看显然是这么回事 而且听说好像就是这赵宫霞就炸了这个雷征富也好 什么别的官员多少钱他都不知道 他都弄不清楚是多少钱 就完全是一个被用利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不是咱们中国有这历史上有四大美人 四大美女之称 这四大美女都有类似的 不是都咱们就慢慢的说 一个是貂蝉咱就帮说了 我说貂蝉这个太可怜了 是不是 他成为王冲的一个工具 一会儿成为 而且貂蝉还 我弄不清啊 貂蝉怎么他还做的这么专业 就跟在柯格勃 或者是中央情报局 就受过训练一样 他那完全是专业水平的 他挑拨董卓和吕布的关系 能达到做的这么天衣无缝 这么星云流水 我觉得是小说家 作家的功夫 实际上他有问题 他有这个经历吧 有没有啊 刁蝉 有原型 这是一个是刁蝉 还有这个西施啊 西施另一种 他不算色情间谍 算卧底啊 卧底 他没有提供情报 他就是把他迷入 狐狸精 那就是 被当成献礼 被当成献礼 对了 一个是献礼 一个是狐狸精把他彻底 性贿赂 性贿赂 是吗 出了一个现代词 这是一个 这是最后怎么这个范蝉 又把他带上就走了 不是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 他在范蝉就很知道进退 什么时候这时候该该走了 要不然就该被杀了 对吧 你一直可以 他走了 有人征求过西施的意见吗 那咱们都不知道了 这种传说 西施他跟夫柴 他跟夫柴要是过得挺好的 那夫柴被被砍了头了 他心里多难过呀 王老师这是这个男女平等的 这种思路出来 我就觉得这太可怜了 您是不是觉得赵宏霞 有可能还真的 跟雷正复有过那么一点感情呢 咱不知道 这我在哪儿知道 反正在法庭上 整天就见得哭哭啼啼的 一会儿说有感情 一会儿说没感情 一会儿说谈恋爱等等 不他说有感情啊 那可能是律师给出的主意吧 后来律师又出来否认了 说没有这一说 是网上说他们俩曾经有感情 后来赵宏霞律师说他没说过 大学之大在于大楼还是大师 我们反复强调学校要建设一个优秀的学科 要请最优秀的教师 这是我们忽略了 我们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 新生报道该如何重塑人生新目标 要准备吃苦 要准备和人合作 在大学里这四年时间 是要学做人 一临两周专访南开大学校长功课 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排 重塑架控 升华舒适 桃花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彩无极之水 醉圆酒精 年份软浆 母井共酒 你看现在真是说反腐这个口 从男女关系这下手 确实是很毒 但是呢 它又涉及到了一个人类最复杂的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男女关系 它是很复杂的 就是有些手段 或者是在具体过程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王老师说觉得这个难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近些年我看到一些事 就是我唯一的形容也是就是难过 也说不清为什么难过 就是觉得跟你这个感受一样 男女关系 对 本来男欢女爱 是一件简单 甚至说性生活 对吧 是一个简单而美好的事情 但是呢 最后 你比如说啊 咱们曾经议论过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编译局的那位 跟那个博士后什么常验 写了十几万字的这个东西 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弄出来 在前不久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是中国一个什么某个电视台 后来那个电视台说 他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 这么一个女主持人 然后呢 对吧